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梗 今天来玩百变马丁 不知道今天我又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爸爸早啊 完了完了 昨晚睡过头了 希望现在跑过去应该还来得及 啊 大门怎么还被人锁上了 我记得楼上应该会有备用钥匙 奇怪 家里什么时候多了个字牌 让我进去 好吧 我试试 这里是 小人活 哇哦 这里有好多的金块啊 发财了发财了 看我把它们通通都挖走 奇怪 怎么这些金块都是空的 哼 算了算了 我还得赶紧去参加考验才行 不踩金块就不怕了 咦 小人活里怎么一个居民都没有 好安静啊 警察局的大门也被人锁住了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先去商店里找找看 这有个按钮 原来是自动收饭机啊 箱子里会不会有呢 只有一只烤鸡 拿上拿上 我还没吃早餐了 去客帐里看看 哇哦 好多的箱子 是作物也没有按到 还是一个个放开看看吧 这个没有 这个也没有 啊哈 找到钥匙了 把钥匙放在红装上 这么开门 好多的小矮人啊 实在是太可爱了 警长警长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不用担心 让我来帮帮你们吧 先找找开关 倡库的门被锁起来了 钥匙会在哪呢 这里有个门 不好意思打扰了 找到钥匙了 倡库里怎么有那么多的宝箱 我才不上当 真正的宝箱一定在这里 怎么只有一个数字四 先收起来 这里好像能上去 有个开关 先把它打开再说 原来这个门是这样开的 难怪说不要放钥匙 可恶啊 还要输入密码才能开门 再去找找看吧 这里地毯颜色有点怪 果然有密的 十个橘子加起来等于五十 一个橘子就当然等于五啦 我跟某人可是数学小男手 桌子下面也有一个 一乘一当然是等于一啊 实在是太简单了 位台后面还有密道 二乘三加二等于八 还差一个数字 还有一个数字会在哪呢 咦 这橘子的颜色 看起来怪怪的 这个红装看起来好像数字七啊 去试试就知道了 哇哦 真的开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